来到台南关田匾家 蔡英文在应搭配 宣布之后隔天赶来中秋节前夕 来探访年迈的匾妈 也强化巩固胜率票仓 老人再来看到主席 说着说着马上哽咽 蔡英文紧紧握着她的手 扁妈主动多次提到 要承认这种选上立委 场面一度尴尬 蔡英文只能呸笑 没打枪 更让她接不了话的是 扁妈希望蔡英文当选 但更希望儿子早日放出来 我们当然希望整个审判 跟司法的过程能够公平 那承认这种选举怎么办 这个我们已经有派人在沟通了 她的劝退了 蔡英文是不是来摸头劝退 只有当事人感受得到 不过黄瑞琼说 有感觉到主席的诚意 只是审认中参选立委 势必冲击绿营选票 要怎么瞧 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超级难题 好非常非常清楚 在蔡英文的女士呢 宣布了她的副手人选之后 今天马上到关田来看扁妈 当然话说是中秋节看老人家 但是我相信全台湾官方都知道 这是一个政治共作 她要回访深律的地方 可是刚才我们瑞途议员 看了这个画面 就不对在旁边拍案叫决 就说以她认识的蔡英文 很难得真的 很难得看到她握着一个老人家的手 还这样子很恳切的关心她 不过有点尴尬的是 当这个我们看到扁妈直接说 你就瞧一瞧把儿子放出来说 蔡英文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所以我不晓得这样一来一往 这个动作到底有没有加分啊 你刚刚你看那个蔡英文的眼神 她在飘 她不知道她飘什么 飘几成这样 那只手她是用两只手在握 蔡英文不是 蔡英文很高傲的一个人 那这边有握到啊 有握到啊 我跟妳讲 陈水扁 她要选总统的时候 也要到台南要找一个谁 昆仑 你如果不找昆仑你也玩啊 你今天我说在 她那个两颗子弹的故事 这个我们也不要谈真的 那你今天说 那个谢谢辉文 我差点我又讲下来 是 那你今天 蔡英文啊 那蔡英文去拜王扁妈 扁妈在那边有固定的票 她在台南县有固定的票 而且她今天也跟陈志忠 他们都已经讲好了 上次我来你们这节目 我也有讲过了 她要把郭文成干掉 因为他们公妈牌 蔡通龙 郭文成 王迅然 在民事怎么打的 怎么罵蔡英文的 对不对 那你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 她怎么会劝对陈志忠呢 对不对 她怎么会劝对 去的话是稳固她胜利的票员 并不是在做那个 所以这个就像陈水扁 去到台南 台南县市 一定要拜访 我们台南的贴到达 大哥大 骷髅 一样的道理 蔡英文去 也私下已经 也还要去拜访 骷髅一下 包括阿阿清 你也要去找一下 秀坊阿阿清 你也要去找他 对啊 你没有票哦 你有票哦 对啊 但是我们如果根据这几天的危机解密 不管是苏貞昌或者谢唐廷 都有或多或少 叫蔡英文跟阿扁要做适当的切割 就是这样才可以征集闲票 但是又看到这里 扁系的江志明 现在也是台北市议员 他说 小英将看访扁妈来喝中秋 他早早就讲 说给你们大家知道 你本来想说 做这个低调的气 偷偷的气 结果呢 他到台南 蔡英文去台南护选 根据台北市议员江志明表示 这期间会抽空探网点吗 就是今天 结果蔡英文的发言人 徐家庆表示 他没有看到蔡英文有这个行程 他没有看到这个行程 就是蔡英文给跑蔡英文的记者的行程 没有这个行程 就没有这个 可是 江志明已经先爆料了 然后 副总统参选人 苏家庆在台中参乡后 会转往台南跟蔡英文会合 共同为小英之友会受证仪式肇事 不过因为中秋节快到了 陈水扁仍在监议 就算主席要去 监望扁妈并赠送爱扁 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方面想隐瞒 扁系的人就 敲锣打鼓 趕快告诉大家 然后 为什么陈志明没到 陈志明已经约好一个行程 因为他这几天很忙 他这几天都在监议里面教英文 听说要教英文 第一句就是 好吗 真的 你不知道 教那个幻人怎么样 怎么样讲这些 但我们看 他如果照这样 蔡英文他显然是有 不希望这个行程被敲锣打鼓 就是说 我即使跟扁 切割 不要 不要切割断 因为我要他的票 可是又不能没有 这就是他的心情 我觉得在中秋节之前 蔡英文去看看扁妈 我觉得是人之常情 但是你不觉得 这东西实在是太好玩了吗 那原来在蔡英文办公室 这绝对不是一个公开行程 他可能 我觉得他的目的 有可能是要去劝退的 因为我们所了解 因为现在很多民营党内部 有很多人反弹 说陈志忠到底在干什么 那我觉得今天看到 这个这一段 我觉得谁一定是最痛苦的 就是郭文成 因为今天结果 弄来弄去变成一个 好像这个蔡英文去帮 这个陈志忠去背书的样子 那扁妈跟他讲说 阿中 阿选立伟 我的身体才会好 你不是让我保重身体吗 你怎么好意思 这违背这个阿嬷 扁妈的这个想法吗 老人家的心愿 所以我觉得今天 蔡英文这样子搞下来 你看江志明就可以帮他爆料 所以这个苏贞昌 要修理蔡英文 实在是太容易的事情 但你们发现 蔡英文这几天 真的都暴露出 他的一个领导危机 他跟苏贞昌见面 也是灰头土脸 他连跟阿嬷级的扁妈见面 你会觉得扁妈 比他厉害很多 先发制人 然后一边好像很难过 这个你看阿嬷 这个中秋佳节 背之亲 想儿子也是很应该的 那你蔡英文 你今天主席到那边去 不是只是送通月饼 你要送他一个大礼 他告诉你 他的儿子要选立委 所以我觉得郭文成 现在应该 应该很紧张了 我们的来宾有两条意见 一个就是像 我认会说 蔡英文是故意的 他就是去给郭文成难看的 就是说 哎呀 我挺阿扁 我挺 没有 他说我是党主席 我有去 我有去 其实这个就是 他去的时候 不晓得为何 然后搞到最灰头土脸 那到底现在是怎样的情况 我看吧 跟两位又不谈 你有第三种意见 我认为 他是刻意要去的 他要去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最近被苏生康拒绝 那个伤害是蛮大的 尤其他在整个 征选负手的过程 让人家看出来 他在政治的操作上 是非常的拙劣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最好转移一个焦点 所以去看扁妈 绝对是一个转移焦点 就媒体 包括绿营的支持者 会看到他 但是他又错误了 错误行事了 我说他一直在错误行事 对 因为他不晓得 他是阿扁的手下 扁妈是阿扁的妈妈 在中秋学院人缘 人缘人缘的时候 你见到你的长辈 你的长辈会跟你说 我叫自中不要选 他一定会 第一个就跟你讲说 请多照顾自中 再来 阿扁我几年没见面 你应该多帮他忙 你要怎么回答 所以我认为他错误高估自己 又再一次错估行事 他以为他去那边 可以赢到一些媒体的声势 然后呢 转移一些焦点 可是更曝露出来 他处理事情的方式 是没有经过申疏受力 而且人情世故 你会看得出来 他完全不懂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会曝露他的问题 同时如果像瑞卓中讲的 如果因为这样 反而事情不成的话 刚好陈志中也出来选 那郭文成刚好受到伤害 那这就是瑞卓中讲的 这个就是 无心插流流程 不是 他就是最高杀人 我那更可能 你把蔡英文想的蔡英文 我没有骗人 瑞卓也一直都说 我们蔡英文很像超超 你看我就知道他讲这个 不过你看 因为陈志中是选定的 因为他去服社会劳动 他是一天算两天 所以表示他在赶进度 赶进度表示说我要选 就是他这个进度 那今天记者我问他 他说我选和郭文成不会受影响 所以你看他 陈志中是要选的 他赌定要选的 选这个 你就可以发现说 蔡英文他现在当然碰到扁妈 被扁妈这样讲的 他讲不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是刚好去台南 去台南你顺便去看扁妈 不去人家就讲 你这顺路你没来看 对不对 可是他天天在台北 他也不去看阿扁 因为去看阿扁 人家就会讲说 你跟阿扁在密谋 要特色扁 所以他就灵验不去 这就是他的态度 董哥你讲这个 我有点保留 因为前几天这个 这个黄昆辉 有去南部去驚討 他有要求 把这个地点放在台南不分区的地名 要把它撒头纏 其实台南在电视台上是三十几万票 差心动一斤点而已 所以台南这件也是说 有什么都会拒绝起 阿扁门 因为这阿扁门就不限定在前阵小港 全国所有的阿扁门都能够回正党票 你民政党你不要丹地点 丹地点也跟台南 他当然不能同时选区 又选部分区就不行 所以他如果去挂台南的部分区 挂个第一名或第二名 我觉得非常有机会会掉 我的看法是这样 但是这个扁妈因为八十几岁的我也不太想跟他计较 但是观众朋友你想想 他讲的话是一个八十几岁的 这个应该讲的话 我怀疑有人敢敢 你说地点我做理议我身体会比较好 那这样已经得诺贝尔医学奖了 做理议身体就比较好 我听你在欧白说 他说这个叫蔡英文桥 所以蔡英文讲说审判是不是公平 我个人浅见这个审判是不公平的 A那么多才判他一点点 那怎么会公平 那蔡英文有没有留下特色的空间 我到时候就说我认为不公平那是特色 所以蔡英文认为不公平跟我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他A了那么多 干那么多的事情 我们只查了一点点 留下什么空间 这就成聪明聪的 你刚才办一段时间办 黄世民也不办 我认为今天点妈是大获全胜 李维 你也都算总统这样 蔡英文干嘛 蔡英文整个流程 对蔡英文是扣分的 尤其在中间选民这一块 但是我们会发现 好像乔这个字在扁加很容易出现 什么事情都可以乔得出来 那我们就看另外民调能不能乔得出来 蔡英文呢 在宣布了跟苏家全搭档之后 其实董哥说了好几个礼拜 说明我告诉你一定是苏家全 因为蔡英文早来早去一定是他 好那今天又有民调出来了 有一些呢说这个马英九加吴敦义 已经领先了英扎配十个百分点 但是有另外一家媒体说 不是不是英扎配大获全胜 到底怎么回事 马上带你来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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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